Hello, 大家好, 我是飛龍 大家開始聽之前, 先給我們一個like 你們每一個like, 都是對我們很重要的 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繼續說 可伯和何太 今天是10月20日 在直播, 何馬其實都是 說來說去都是一個山腹屁 總之就是不停罵人, 罵黑粉 但當中就帶出一個重要的訊息 大家都知道, 平時何馬一天有兩場直播 他就說, 之後主要只是早上做直播 一天只做一場 這句話一出, 就令到大家有無限的聯想 為什麼無端端只改了一天做一場直播呢? 莫非何馬他要出來打工? part time做Youtube? 你信不信? 我當然不信 他說自己沒有打工命 還是可伯頂不信? 這麼大年紀, 嚇嚇耍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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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 奇怪, 為什麼要選擇早上做呢? 不下午早? 晚上就說你捱不到東西 早上做其實是流量 通常都不是特別高一點 何馬他自己解釋就說 因為說 無良軍師要捱東西做他的直播 因為無良軍師在英國 那麼早上時間就去晚上黑 但是別人當然不介意 一直都是這樣做 做事一場更好一點 說真的, 現在何太 你每次直播兩小時 之前他 早上一個小時 晚上一個小時 一一鑊過就兩個小時 今天我錄音的時候 10月20日 還要兩個半小時 等於我看一部Marvel的電影 還有人比Marvel更長 又不是有豐富的內容 說話有很多時候很悶 說來說去都是那個模式 難道那些人真的喜歡看食物嗎 當然有可能他自己都沒有什麼好說 即是哪天有這麼多內容 一直出這麼多條片 即是如果你早上兩個小時 晚上兩個小時 一天還沒說 四個小時 你四個小時 只是罵人 搞不好 再這樣搞下去 有人連我都要罵 才可以 填一下時間 但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呢? 其實網上都有人傳過 就一直說他的影片 有幕後金主 而他自己也有說過 他最近的影片 那個點擊又跌了一點 其實他自己的台不是跌很多 向來都是差不多 但外面跌了 你有沒有想過他的幕後金主 有可能拿了他的影片 放在其他台上播放呢? 老實說 他每天說一次和兩次 在我眼中來說 原則上分別都不是很大的 你不會說多了 覺得多了可以談論他 其實說多了 反而浪費了那些時間 整天要看完他的影片 所以這件事我一陣都會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想說一下可伯 先說一下可伯 因為我昨天出了一條片 可伯 自己幾歲的時候打仗 其實原則上之前就沒有說自己幾歲 只不過他之前說自己參與過抗美援朝 那些人計算我發生的時份 因為本來是1950年 可伯現在也只不過是78歲 那說一下莫非是可伯 4歲就上戰場 所以那些人每個人都說他吹嘴 不相信他 但見過可伯 今天直播也一直說 當年是前輩帶他去見識 看人家打仗嗎 還是舅舅帶他去 即是舅舅帶他去 即是舅舅帶你去 打仗的時候 帶你去看一看 這個環境挺正的 會不會呢 你怎麼會帶小孩子去戰場 想也不明白 雖然我看到網上有些人說 有些中東的戰爭 小孩子都要出來打仗 就算是小孩子 你都會叫他四歲 槍都還沒拿得起 你怎麼叫他四歲出來 還有可伯 那些說話也有些前後矛盾 之前趕到自己好像上戰場 但就說不是 因為那時候舅舅帶他去 所以令他之後就當過兵 但後來可伯是不是又說自己游水下來還是什麼 那你當時是不是當兵做逃兵 那樣游水下來 就算我想說你 就算真的被你後來有當兵 你亦只不過是逃兵 何況其實大家都不相信 因為很簡單 他今天這條片 稱呼那個人帶他去戰場 那個叫前輩 但剛剛前輩就等於舅舅 但平時舅舅是長輩 怎麼會用前輩形容他呢 你不是一把年幾年的背份 你都不懂 所以很多網民都覺得他是在說謊 可伯有時有沒有看電影 有沒有看長中湖 人家天寒地凍 乾糧都不夠 怎麼會帶我小孩去戰場 還有可伯我想說 抗美援朝那些志願軍 大部分都是東北北方那邊軍人 因為他們去朝鮮那邊近一點 絕少講粵語的人過去 因為又可能在語言上大家都有些甲膜 雖然很多時候打仗 即是不同國家都有聯軍 最主要 去到那些地方天寒地凍 南方軍人未必定得信 還要帶著小孩 不要開玩笑 小朋友看到天寒地凍 你覺得那裏有暖爐嗎 所以可怕你真的不要 說得真是說的 你這樣說 你不是想生改歷史嗎 打個四歲小朋友去戰場 如果這件是真實事件 拍電影都可以 通常小朋友在戰場上 有可能在戰場上 突然間 失散了小朋友 即是迷失了道路 或者那些士兵也會帶上去的 特意照你過去 不要開玩笑 你當年夠年齡 立即偷渡下來香港 為什麼 是不是當時 你想做逃兵就有 老實說 如果你真的上過戰場 當兵的話 就應該一直都是當兵 你猜那個年代那麼容易轉換其他的工 即是怎麼看你呢 就算你有的 雖然很微 都一定是逃兵來的 下次呢 說這些之前 先溫下樹 你說打越戰 年齡就會近一點 有可能要改一改你自己的背景 你當年在越南游泳過來香港 就不是在內地游泳下來 所以說過 可伯的性格最壞的是什麼呢 其實跟何敏很相對 說錯的話 永遠都不認自己說錯 跟著要找其他話再撐下去 但你之前說到是 簡直是打仗上戰場 我又問你了 你說你靠闊帶你去 那你去純粹參觀嗎 你從廣州去到那麼遠 去到北韓 那是朝鮮那邊 那你去到又做什麼 我想問一下 看完就算了 他們直播沒有Q&A 有Q&A 被人封閉進去的話 隨時問到他們口啞 所以這個話題 我純粹也是 他今天講開 我又提一些 因為覺得也不合理 另外想說 河馬的金主之前 他今天的直播 不是做了兩個半小時嗎 其實我覺得他現在這樣做 是超級不合理 多時Youtube 網上直播 本身觀眾也有些期望 或者有些 取決你的內容的期望 一般知不知道有什麼直播 河馬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直播 會直播那麼長呢 通常來 打遊戲 遊戲機 因為你可以打遊戲 打很長 所以直播兩個半小時 沒有什麼所謂 還有這些直播期間 其實有機會 會跟觀眾互動 我看你現在也有互動 但你互親動 都是罵人的東西 或者人家讚你 對呀應該是這樣 如果你每天都是這樣 就悶到飛氣 人家打遊戲不是 人家打遊戲 跟觀眾說話之餘 他還在打遊戲 還看你怎樣過關 還有有時打遊戲當中 又會說一些 自己日常的東西 你也有 我想說 你也有 不只是說話 你是吃東西的 不過有時候勸你不要吃東西了 你本身的廣東話已經不正 你現在吃完東西 我更加不知你在說什麼 有些情況 直播時間都會比較長一些 就是一些 研討或者講座 這些需要一個長一點時間 才可以詳細解釋 有些人 直播不是經常說直播唱歌的 唱歌表演一般 長一點時間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不過你這些歌喉 拍著伴虎忌安 就真的不要唱好過唱 另外我剛才也有說 一般人很少是上午直播的 你見到每個都弄直播 最多一定是晚上的 其次就是下午都不會是上午 但河馬真是厲害 他是要選擇上午的 老實說人家直播通常是想跟觀眾互動 有可能他覺得 他晚上特別多黑粉 所以他鼻衝就輕 不想正面對著黑粉 這個可能性都有 你不可以排除 還有喜歡看他添片 那些人可以選擇看重播 你都很關心 因為老實說 我相信所有看他的片 重播的人 假如進去那個台 通常大部分都是看轉播多 但你都見到有些人是進去看他的台 每個人都將他教化出來聽 因為悶到飛氣 但如果你看職場就沒得教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 因為其實是香港的 很多人早上都還未起床 所以有時他的轉播 如果改在早上時間做的話 可能很多KOL未必可以轉播得到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習慣了夜睡 也不爬取這個原因之下 安排在上午 好了 說到他是不是有金主 為何會這樣估計呢 首先他現在自己的小號 每天在Youtube小號做直播 他現在還未搞盈利 所以有可能真的不懂得搞 因為之前大號那一副 以前管理員阿Dee幫他搞 但阿Dee離開了他 其他人不懂得搞 你有沒有想過 他每次說到自己這麼闊 只不過想認識多些朋友 會不會只是為這件事 每天 這麼有行心去搞直播 正常都不會 他還要特意回內地 其次老實說 雖然他之前的大號 即是海塔生活語錄的Youtube頻道 早前就說被人封了 現在也應該解封 但他也不回到大號 有沒有覺得奇怪 因為那個大號應該是有收入過 還有一樣很大的破綻 有沒有發覺很多時候 他的直播 他自己有定一個時間 播到這麼多 那我就要下播 他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之前就設定一個小時 最近又設定兩個小時 有沒有想過他跟別人交換一個時間 即是每天我是播多少小時 因為如果不是 整天的時間調到這麼巧 只是一個小時左右就下 即是如果你不是上班的話 我不相信你 每次都要有時間 每次都要這麼準確 只是很打工心態 做多一點點 所以他之前應該 跟幕後金主 每天每天是吊兩個小時 上午一個小時 下午一個小時 後來我不知是否想賺多點錢 大家可不可以拉長一點 但發覺不是 他每天趕四小時 整體上流量下跌 因為大家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消化你那麼多時間 一天四小時 起碼看了兩套電影 每天大家陪他看兩套電影 實說 我當有些人看TVB TVB兩線劇 加上東章西望 加上我回家都沒有你那麼長 而你本身又不是一個很厲害 整體內容的人 每天四小時 最後反效果 那些人看的影片越看越悶 還有今主之下 披錢應該是披時數計 我給了你雙倍錢 但我的收入又不見雙倍 整個小小有下滑跡象 所以便停止了 即是有沒有可能呢 我覺得挺像的 所以我見網上也有些人呼籲 如果網上有些不明內地的新頻道 突然間轉播河馬那些片 有可能是他們自己 靠其他頻道裡面賺錢 其實就算我這樣說 就算他未必有金主 他自己用其他隱形的頻道 他自己開的而已 那些頻道是有盈利的 但他又不告訴你那個頻道是他 或者那些頻道是他 那些人又在扮轉播 但那個頻道原來都是何他自己開的 請了一個人過來扮轉播 他也有錢收的而已 你要明白他 他那個人看錢看得這麼重要 很長期經常做免費的東西 其實真的不太合理 無論我剛才哪一點我也是猜的 但起碼我就不相信他 他完全是一元沒有收之下 可以做這麼長時間 每天做四個小時 我之前哪有可能 要他打一份義工 每天要回四個小時 還要每天回 所以一定他會有其他頻道之下 用不同形式轉播也好 把他的影片剪成精華 其實我看網上也好像有 而他賺錢也不奇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黃晶的影片 無論是至尊計葬元才也好 或者千王之王二千 就是周星馳、張家輝那套 黃晶的影片也有 我要賺的錢 不需要在賭桌上 靠外面 外圍賺錢回來 如果你看這些電影 你就會明白 我今天說的話 的可能性真的很大 歡迎大家留言 又說回你又怎樣看法 今天娛樂新聞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娛樂新聞 就這樣吧 拜拜